一会就是说商家说标签丢了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播的是啥了 前几年的时候播的少 还觉得这东西怎么能丢 一年才播几十种 肯定都能记得住名字呀 比如说你看像这种圆盘 其实丢了名字 这个特征还是很明显的 直到这两年播了很多 又冷门又难记的名字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这种丢标签是真的会常有的事情 现在说说播了多了以后 首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种子不对 那这个不对 不对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这个指望指 应该就是不对了 标签插的指望指 但可能撒的是其他的种子 这就很难判断了 到底是啥 可能要等长大一点才能发现 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一盆里面就只剩下两三种 那么比较懒就又拨了新的种子进去 像我的话 图城市啊 就在在这盒里面又拨了新的进去 可能就留下一个标签 时间一久 到底也不知道哪一种 或者是哪一种了 有一些球小时候长的真的挺像 比如说鼎花 螺蛾啊 这些小时候真的都很像很像的 就是同鼠之间小时候都很像 那么像这种啊有个标签还好 像这篇没有标签呢 就基本上也没出 所以还好 包括这些月世界里面 当时是有个标签的 我依稀记得是天世界啊 结果现在标签不见了 所以也不敢确认 那么这种到时候呢 也只能算是标签丢失了 所以呢 也是以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就是播种你做好标记 还是真的非常重要 像我的话是属于那种 又懒又粗心的 大家不要学我反面教材了 像这些有标签的 就还能知道长啥样 至少大了能长啥样 有的话有药啊 或者要卖掉啊啥的 你至少都能知道 你自己播的这些是啥 还有这些 这些编号 那大部分还是能够认出的 但是每年真的也会有 极少数的标签丢失的情况 所以可想而知 我才播这么几十种 就有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大白 那么大棚主 每年几百种上千种的播 有标签丢失 当然也就不奇怪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混乱 可能在从收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 比如说我收了两个种夹 但是手头刚好有事 我就全部还丢一边了 然后回合我也不记得这是啥 那么就只能直接把它播下去 等长大再看 能播的过程中呢 又遇到了这种 混了两种三种播在一起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复杂了 那如果是自己的母本还好 那你还能够判断这个长得比较像谁 那如果是不是自己的母本 就真的很难判断 就比如说从花油那收来的 或者花油送的啊 他说送你两个种夹 你到时候可能忘记名字啥的 真的很难找 当然如果播的少呢 那相对就比较难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就播了三五种 对一下自己的淘宝记录 大概就知道 长出来的是哪两种了 所以播的少也有播的少的好处 嗯然后明年就播少一点 好了那这期视频呢就拍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